Hello 大家好 傻姐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其實我今天已經跟大佬說了 我做完這個月不早了 因為接下來星期三就會見一份尖沙咀 介紹的客人給我 所以現在已經談了價錢 沒什麼問題 那我自己覺得 其實到時真的談不成 又沒了旺角份都覺得OK 原因就是在旺角工作 你不知道怎麼說 老闆是根根根根根搞得很厲害 以前是經理負責 沒有什麼所謂 大家都比較容易相處 但是結果 由老闆回接手之後 很多事情都根根根計較 但是您要知道 根根根根 analyse能hua 您只會解教 別人也會解教 當然是包括我 你這樣 我唯有跟你計較 本身就是想著有個情意在 就想回去幫他 因為當時在我最落魄的時候 當時剛做完手術 休息了大半年 當時是沒有工作 銀行都結局的時候 這份工作真是救了我 所以做了好幾年 因為當時是做part time 回到135 所以之後 尖沙咀那裏 頂不住之後 我第一時間會想回這裏 因為想回當中 那時候開心 或者一些東西的熟悉 但是 都變了 很多東西都變了 所以 算了 還了自己的心願 就 唯有離開 那 好了 說完這些 其實有一件事我也是 掙扎了很久 這段時間發生多了事情 其實我也想多了其他事情 有一件事我其實想了很久 說不說好 你看到我剛才一路疾 就是一路在想 說還是不說 其實發生的時候 我是很不高興的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那時候 環境是不能說這件事 我記得 某年 黑暴之後 某一年 不是黃之鋒那一堆 就是我們這邊的 KOL就會 去了聯合國人權公會那裏 說香港的狀況 他們是用英文說的 其實發生的時候 我是很不高興的 我會感覺 為什麼你要用英文說呢 這個令我一定程度的不高興 你可能說 有什麼問題 用英文 讓他們更加容易明白 其實我經常都這樣說 為什麼你不用普通話說呢 為什麼不用廣東話說呢 廣東話可能辣一點 因為不是各個翻譯 都懂廣東話的 這個事實 那你用普通話說吧 其實你用英文說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有些 現在開始有些 KOL 就會用英文 開過台用英文的 我知道 但是他們的方向不同 他們要讓外國人知道 香港發生什麼事 說好中國故事 所以他們用英文 大家知道 因為你的對象是外國人 在聯合國這些地方 講人權 你用廣東話普通話都可以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有翻譯 所以我覺得很不高興 為什麼我們要遷就他們呢 那裡有翻譯的 那些翻譯死的 如果他們知道 你跟他們說 我們是用廣東話的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找到 廣東話翻譯的 難道聯合國所有人都懂英文嗎 很多非洲國家 那些代表 他們可能不懂英文的 就算德國或者法國都好 他們主要都是 可能是意大利的 他們主要都是意大利文 法文 德文 他們都懂英文 但是不會是很厲害 是不是個個人的英文 都好像鬼一樣 不是的 不是的 他們都是鬼 對不起 不是個個英文都好像英國佬 那樣 意大利人 那些英文都很參差 因為英文是一個比較次要的語言 難道你會覺得韓國的英文很厲害嗎 你又會覺得日本的英文很厲害嗎 還有不要說有些非洲國家的人 他可能分分鐘不懂英文 每個人都是靠翻譯而已 你凡整都是靠翻譯 那為什麼你不用普通話呢 當然廣東話我覺得是比較難的 如果你講廣東話可能比較難找到翻譯 但是你一定有個懂得普通話 轉去當國語言的人 因為我們知道 大家我們聯合國 我們國家代表那些 全部講普通話的嘛 那一定有一個是講普通話的翻譯 你說普通話 不靈光 那我自己 你身為中國人 你普通話不靈光 你說英文好過普通話 是不是有些少 就是這樣 就是 我好一點的 我英文也是這麼差的 我普通話好一點的 兩樣都是半桶水的 這樣就好一點 而且你要知道 你份稿 你遇到的嘛 那你為什麼不可以練好普通話 就是講那一份 大家見識過黃之鋒的 他的英文有幾把炮的 把炮到 他是照稿讀的 他是人家問你任何東西 他都是不懂得回答的 他都是照稿讀完那篇文 那你為什麼不可以 粗好普通話 只是讀那篇文 不是很難的 所以我這個 其實是一直耿耿於懷 其實有時候 不是 經常我們都說 要去西化去西化 有些人經常都說 要去西化去西化 但是他自己 心底裏面做出來的 是不是有去西化呢 我們不是 只是口說的 我們的心都要 真的有心去西化 為什麼不可以用普通話 我真的不太明白 所以其實 不單止有時候 立法會的人 對著我們國家的領導 或者幹部 用英文說 我已經覺得很離譜 那 這一方面我覺得 是不是我們要真的 不只是口說去西化 我們真的 覺得自己國家強大 是可以直接用普通話去說 是顯示我們國家呢 那當然啦 我相信 也會有很多KOL會說的 那就是 Ruby Seven 七人籃球賽 韓國站 有個機構 將 港獨歌 當作國歌 播了出來 那當然啦 後來就說抱歉 就播了國歌 你老闆 什麼叫誤會 什麼叫不知道 什麼叫不錯 不是 你想一下那首歌 你哪裡下載下來 你說什麼 韓國沒有去過奧運會 好像之前都舉辦過奧運會 你也有過中國國歌的 你跟我說你不知道 你是不知道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首是中國國歌 你根本是說不通 你根本是故意 如果你說搞錯了 後來報回中國國歌 你知道啦 那你為什麼會播那首 而且那首歌 你不去找的話 你哪會有 你不特地去找 你哪會有 你正常啊 這些大型賽事 你哪個國家的國歌 你早就有了 你說真的除非很小的 很小的一顆 不知道哪裡的 可能什麼群島 的國歌 可能你真的一時三刻 找不到 不奇怪 但是如果你基本上 你邀請得那幾隊的話 你基本上準備好了 你說什麼這麼大的謊言 其實 這些 是互相尊重 你不給我面子 你擺明玩東西的 你韓國經濟力是不是重要 韓國現在都開放了旅遊業 香港人是很喜歡韓國的 已經是 需要專心去找中國國內的團 看看什麼時候可以放個長假 因為 五加三都是辣的 這個事實 對我來說 但是我又覺得 大家知道 我一直都很支持 國家在防疫方面 情願嚴一點 所以五加三對我來說 都是辣的 我等它再遲一點點 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你五加三這樣 其實你有八天 就要只預約酒店 五天集中 隔離就檢疫酒店 可能三天就另一間酒店 你之後才可以去玩 所以對莎姐來說是很難的 那我就算了 找多錢 遲些才放個長假 本來想著 夏年12月或者夏年年中 可以去韓國或者日本 現在已經剩下了 不用想了 省飯 他這樣玩 我怎麼撐 他不要側側 可能香港很多人已經忘記了 但我還記得 2019年黑暴的時候 我是怎麼辛苦 我真的在上班的時候 每隔十五分鐘 每隔三十分鐘 我就要看一部手機 看看那些人去到哪裏 尤其是我那時候回旺角 你知道旺角是什麼 哪裏都有去粉的 我那次試過 什麼理大圍城 那些人去救 說去救那些年輕人 你老闆 我買完飯 都沒吃兩口 他已經看到那些人開始賣 買完飯 跟著已經看到那些人開始賣 然後 沒兩口 老闆說要切 那些人已經殺到你了 我連飯都沒吃完 我馬上把所有東西都要切 天天很熱 天天很想打一跳 你還跟我說走這首歌 你沒有東西的話 你夠膽玩得出 OK 當然啦 韓國不自在 傻姐那一萬幾千的 傻啦 韓國不自在 但你覺得我們中國人會去嗎 你夠膽走得出這首歌 十四億人會去你韓國嗎 你韓國都要靠老友業 你BTS很厲害 防彈指援團很厲害 TWICE很厲害 Black King很厲害 韓國護膚品很厲害 但是這樣 只要我們國家的人不去韓國旅遊的話 你是少了一大部分的 你賣周邊生意不及得你那些明星來國家開演唱會 你想想十四億人口 美國三億人口去那裡開演唱會 每個地方開一圈 怎樣跟我們十四億人口 我們三億人口都看完 在美國三億人口看完又怎樣 我們十四億人口都是三倍的 更何況美國有沒有這麼多人這麼有錢 買你這麼貴的票 你來不了我們國家開演唱會 真的可以封殺他們 你可以韓團 可以封殺你的 不讓你過來 那你就吸引那些人去你那裡 去你那裡看演唱會 但去那裡開得幾場演唱會 韓國有多大 你又覺得我們會不會有人特意飛去韓國 這麼多人特意飛去韓國就是看這個演唱會 不會 肯定有捧你的那些人 會想著買票去看你的人 跟你要人家飛去韓國看你 人數起碼差一半以上 可能只剩十分之一 那些人真的會買機票去看你的 那個收入相差很遠 所以我覺得 越沒有實力的人 是越大聲 大家有沒有留意 拜登大大聲聲說 我要劃清紅線 我要怎樣怎樣怎樣 我要協防台灣 是這麼說的 接著日本怎樣 他又說 我們考慮把美國制裁中國那一套 搬進來 又想抗軍備 好像很窮 現在南韓又在玩這些 但好像旁邊有北韓已經想跟你打 你還想沒有錢 還想來多個制裁你 對吧 你看到外灣這樣 你還未會死 南韓是有芯片 但傳說中 由於美國的佼佼陣 都損手爛腳下 而且南韓以前 大家也知道 有很多 很厲害 什麼都要有三星 但現在 你看一看你家 不要說看一看 叫你看一看你家 看一看傻姐家 我有三星雪櫃 那部雪櫃已經是十幾年了 但我手機 以前是不是都要用三星 但我現在已經是用華為 另外一部也是三星 但那一部是因為 純粹是貪圖便宜的 一千多二千元 所以沒有所謂 但如果要頂得住華為的速度拍照 你三星是要多一大絕價錢的 除非你自己 有些人是這樣的 要牌子 他一定會賣牌子的 但如果你說好像純粹這麼實際 那就一定是用華為小米的 便宜 跌爛不心痛 其實這個最重要是跌爛不心痛 最重要是有些材料就可以 所以其實韓國的出口已經是很少 他基本上現在靠的就是 旅遊業 所謂的明星行業 就是偶像行業 這裡賺錢賺得厲害 但如果我們國家真的 你這樣 其實你來也沒有意思 就算我國家不封殺你 你韓國這樣 你覺得 韓團還可以離我們表演 你覺得不會有些人去抵制他嗎 所以我覺得這些真是自己作死 你等一會難聽一點說一句 等一會北韓跟你開拖的時候 我們國家真的可以不幫你滑船 不幫你和談 不跟你勸勸金仔 我不知為何 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關你們的關係 這麼多國家過來搞事 香港真的不是多 又不是國家 又不是一個城市 而且城市不是多人 我們的城市不算人多 但是是密集 那麽小的地方 塞了那麽多人 是這個厲害的 就不是因為我們城市人口多 為什麽個個都要拆著腳 其實是否想把我們分屍 像我們大集結一樣 把手腳拔掉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 團結一點 還有希望大家真的 不要每次都被西方媒體影響 根本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他們是故意的 挑起這條根 其實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他們是故意的挑起國家的根 等什麼時候國家真的 有什麼舉動 好等美國有機會下手 但我們國家遲遲不做任何舉動 就是要保障了國民的安全線 因為一打仗就沒有法開的 大家知道 運輸那方面都會有了 有些人是很傻傻的 以為打仗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真的你要害怕 修復台灣是一件事 但你要保證到 因為國家是一個負責任的 我們國家領導是一個負責任的領導 他要開拖台灣的時候 他必須要搞得怎樣 正如我們現在俄國戰爭那樣 俄羅斯對烏克蘭基本上是毫無懸念的 很快就搞得怎樣 但問題是 歐盟後面back up 所以才拖到這麼久 如果只是俄羅斯對烏克蘭一對一 沒有後面歐盟美國的話 很快就搞得怎樣 分分鐘不用一個月就搞得怎樣 但不是的 當然我們國家是負責任的 就是國家 對於國民 包括香港來說 他都會負責任 所以他必須要確保一個東西 當開拖的時候 香港會有東西吃 這個我不擔心 他要保障 他一定會保障到的 就算我們之前黑暴的時候 我們都有東西吃 所以國家是會保障到 我們有電有水有東西吃的 但是一開拖 經濟就會受損 他現在是要儲定一些蛋藥 就是說如果開拖完 修復台灣 其實國家是要拿一大塊錢 過去外灣那邊 修緝他的基建 不是跟你說笑 外灣有多少東西是爛到媽媽都不認得 全部都是二手東西 那些錢 那些錢 是全部由國家那邊運去的 你覺得外灣還有錢 所以國家是要準備這些東西 而且他要確保美國再沒有能力去幫拖 所以有些人說的 有些網友說的 看別人的網友 就說 好 現在民主黨是參議院那邊贏 贏一局 那他就說好 那就等些軍費 繼續流出去 等他繼續換到烏克蘭 換到美國破產為止 那 黑心說那句 我也認同 因為你這樣 美國不可能同時開兩個戰線 而美國 我亦都相信 美國不可能膽敢跟我們開拖 雖然常常說 戰時總統是會有聲望的 但美國應該是沒有能力去開拖 因為上次都已經說 連出給軍人的糧 都不行 幸好臨時加了國債的額 才可以勉強出錢給軍人 如果不是的話 根本就不能出錢 那他還要加多少呢 我覺得 大家拭目以待 但我們首先 穩定了我們自己 不要讓香港亂 那就是最好的 那就算是幫到國家 這次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